北京冬奥会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宝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本东京的池袋 在日本曾经举办过两次动奥会 分别是1972年的扎晃动奥会和1988年的长野动奥会 北京2020年动奥会和东残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那日本当地的民众对北京冬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你明白了吗? 对,我曾经听过的名字 但是,我还没听过去的 我曾经看过去的冬奥会 但那时,我还没想过去的冬奥会 所以,我再次看过去的冬奥会 是否,是否去的 现在,北京冬奥会的冬奥会 有什么期待的事吗? 理由教一下 中国的冬奥会 在日本的冬奥会 在北京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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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獲取金メダル 你明白你解釋嗎 解釋了嗎 我可以再想一下 以前是戰爭的 所以沒有人來的 所以我會做了一層的層 我記得了 我想igan什么 今天有个中国的冬季欣季季季中 encuent我 dir 这是什么 我认识有什么事情 通过我的社会群主席 就像麒联军中有多久 就像什么 які事 都在这里 为什么 很棒 大変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コロナ禍的年還在 頑固 頑固 最後 中秋風的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に お祝いをお願いします 皆さん 頑固 頑固 你好 想開放您一下 關於中國北京的這次東奧會 疫情下 北京東奧會 将如期舉辦了 在您看來 北京東奧會 要 الن un オ オ 大 いる 大 我が 開放 東奧会 東奧 東奧会 代表 東奧会 東奧会 国語 飢養 downloading 敞 中 那么现在呢也处在疫情下 那么北京在疫情下举办这场冬奥会呢 我觉得可以借助这个奥运精神 来让我们来战胜这场疫情 对大家能起到很多的心理的帮助和激励 那么我觉得这场冬季奥运会 可能会给世界的整个人民 在积极向上和战胜疫情这一块 能给大家有一个激励的作用 那在这次北京冬奥会举办之后 北京将成为首座双奥之城 你认为中国能为世界带来一场怎样的冬奥会 我觉得呢首先成为双奥之城的话呢 北京呢会在世界当中的这个影响力会更加提高 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 有同时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那么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能同时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 那在世界的影响力也不太大 那您了解北京冬奥会的场馆设计吗 哪些场馆的设计最新 其实北京冬奥会可能有很多场馆 据我了解呢北京冬季奥运会分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 那冰上项目都是在北京市 那么雪上项目都是在这个它的像崇礼 张家口的崇礼还有延庆这个地区 那么其实呢我最关心的就是 咱们的国家复华馆叫冰苏带 是在北京城区内唯一新建的一个场馆 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 冬奥会在带动主办城市发展 推动冰雪运动发展方面起到了哪些作用 首先一点呢在北京举办这场冬奥会呢 可以让更多的冰雪爱好者 然后来到主办城市对主办城市的经济发展 还有这个人民生活呢会提高了一个推动作用 另外一点呢也会对北京这场城市 起到更广的这个宣传作用 那我们现在在日本的东京啊 日本东京在推广冰雪运动上都有怎样的做法 日本的话呢在推广冰雪运动的话呢 其实日本呢已经举办过两届冬季奥运会 一届是在白海道的渣谎 一届是在长野 那么举办这两届冬季奥运会呢 已经是这两个地 一个是在日本的叫关东地区 一个是在它的白海道的北部地区 那么这两个地区的老百姓呢 都会很便利的去到这个冰雪胜地 我们的奥运举办场所来体验冰雪项目的这个乐趣 不用长途跋涉的去这样子 所以说呢在这方面的话呢可能是对当地的老百姓 在冰雪运动和冰雪项目上给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日本在举办冬奥会上有哪些经验做法您觉得很值得借鉴呢 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话呢 我觉得对于日本的来讲的话呢 像他们在日本在八月份刚刚举办完东京夏季奥运会 那么尤其是现在是在疫情期间 那么我觉得是在安保和防疫方面 可以借鉴一下东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些经验 会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圆满举办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 请问您喜欢参加哪些冬季运动项目呢 接受过专门的训练吗 冬季运动项目我没接受过专门训练 但是我对这个滑雪比较感兴趣 近年呢会有机会到了冬天会带着孩子 一起去滑雪场带孩子滑雪 参加冰雪运动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 因为到了冬季啊 其实在户外活动的机会也比较少 找一些比较专业的开阔的滑雪场 特别是因为我有孩子 可以跟孩子一起度过愉快的亲子时光 好 您了解北京冬奥会的场馆设计吗 哪些场馆设计最吸引您 作为双奥场馆的水利方 其实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 因为它既完成了夏季的水上项目 也能符合我们冬季冰上项目的赛事标准 我对这次水利方的完美转身非常期待 好 感谢 请问您想回到中国去体验冰雪运动吗 当然想回去 因为现在人在异乡 心系祖国 但是现在有殷勤原因 客观情况下没法回去 但是我们虽然在国外 也是关心奥运 支持我们中国建议 好的 非常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 谢谢 谢谢 谢谢